《經濟午餐》主持 黎家良 何文傑 在我旁邊繼續有我們香港天燈捷的三位統籌 我們講一下為什麼大家會選擇天燈這個主題去做慈善活動 一想起天燈 我相信很多人想起的就是許願 祈福 正如剛剛Kathy所說 因為疫情已經三年了 大家可能有一個不好的情緒 蔓延了一段時間 我們希望透過天燈這個活動 一起祝福香港的意思 我們接下來 8月6日至8日 就會在西九文化區竹翠公園有一個大型的活動 那個活動會有很多東西玩 例如有表演 包括我們找了很多不同的學校團體 有舞蹈表演 唱歌 魔術表演等等 很歡迎一家大小一齊過來玩 又不用入場費 一齊過來玩 另外還有一些攤位遊戲 還有東西學 我們都會有一些藝術工作坊 大家可以來參加 又有東西玩 又有東西聽 又有東西學 真的可以一齊參與 我開放時間有幾點 即是6號7號 6號那天就會在下午1點到晚上10點 所以大家可以過來一齊參與 7號就會在1點到晚上8點 故宮博物館 我也剛去過 有一層露天的地方有很多粥 它作為裝飾 還有在粥旁邊放天燈 天燈真是適合風味 日口看完博物館半夜晚就看天燈打卡 天燈的典故就是 諸葛很明 說他欺騙司馬爾 欺騙他的氣象 後來中國人就用來祈福 但這次你們是否真的會放上天空 還是用其他方法 這次我們只要拿天燈的意思 因為天燈傳統的意思就是祝福 祈願 所以我們會掛了超過200隻天燈 天燈型的 掛上架子 做一個很大型的打卡位 給各位市民去拍照 很厲害 值得安全 拍到故宮博物館那張照片 那張照片很厲害 比諸葛亮更厲害 大家好像放了很多街站 呼籲市民支持天燈自己的活動 有沒有深刻的事可以分享一下 或者我試試分享一個 我去放街站的時候 見到一個80歲的婆婆 80歲的婆婆的指殼的折法 我沒有見過 因為她可以拿著紫殼 一邊移動她的尾巴 她的翼是這樣拍 很有趣 很有動感 然後我就問婆婆 婆婆 你為何會接紫殼 她就跟我說 原來她有一段很浪漫的愛情故事 她的先生是接紫殼去追她的 嘩 紫殼情願 是的 也是她的先生教她 怎樣去接這隻 這麼有生命力的紫殼 所以她在街站支持我們 一起參與這件事 告訴我們一個這麼漂亮 這麼浪漫的故事 我們上新年廣播的Facebook 有視像直播 可以看到很漂亮的紫殼 還有什麼有趣的故事 在收集的過程 還有一個很有趣 是一個爺孫的故事 那個年輕人 接完之後 我就看到她做了一個很有趣的動作 她在屁股那裏 一吹 我說 為何要這樣做 她說 原來她爺爺教她 是她爺爺教她的摺紫殼 教她這個動作 她說 一吹完 她會拱 是很有生命力 很有靈性的 一吹 我以為我小時候 帶她去街市選擇雞 所以我聽到的時候 我都覺得 都是三眼 都是一樣的容易 都是三眼 她說完之後 令到她都很 寄回你 她和爺爺的一段回憶 這樣 她這樣分享給我們 在街站的時候 其實是很開心的 可以跟市民這樣 近距離接觸 還有很多市民很好的 很熱心 他們識接的時候 看到我們很多人 因為市民很踴躍 支持我們 他們會做義工 幫忙教徒人一起接 宗志成成 因為在疫情下 為大家打氣 一個市民大眾可以參與的活動 其實很需要 在這個時間 戴著口罩都很長時間 但其實希望在人間 所以我們的口號 我們大會的口號 是紫學出現 繁華再現 很希望香港人 一看到紫學的話 所有好運 和好的事情 都會發生在我們身上 我們可以去西九文化區 或者九龍城廣場 在周末就可以 上網也有你們的網站 和Facebook 留意細節的內容 你為了這個天燈節 也製作了歌曲 可以Cathy說 對 因為我們做了一個大型的項目 其實很有感受 我們的感受中 用一首歌曲 能否描繪到我們的心情 所以我們特意自己作詞 整首歌都 好 我們直接聽這首歌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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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 拜拜 拜拜